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超级材料革命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光之守护高效光伏材料的绿色未来 二水下奇迹超级防水材料的深海探险 三电磁之舞高效电磁屏蔽材料的科技护盾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光之守护高效光伏材料的绿色未来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高科技又环保的话题 光伏材料,或者说是光之守护 这个话题不仅涉及到物理,化学,还有环保和经济 真是个多面手啊 首先,让我们从光伏材料的基本原理开始 光伏材料的核心是将太阳光转化为电能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魔法 其实,这背后的科学原理是光电效应 当光子撞击到光伏材料的表面时 它们会把能量传递给电子 这些电子就会兴奋地跳出来,形成电流 这就像是太阳在对电子说 嘿,起床啊,该工作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光伏材料的种类 最常见的光伏材料是吸机材料 这种材料的效率和稳定性都很高 但制造成本也不低 这就像是你买了一台高端的智能手机 功能强大,但价格不菲 除了吸机材料,还有一些新兴的光伏材料 比如钙态矿材料 这种材料的名字听起来像是某种外星矿石 但其实它是一种结构独特的化合物 具有高效能和低成本的优势 这就像是你发现了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智能手机 让人爱不失手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光伏材料的环保意义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危机的加剧 寻找可在生能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光伏材料正是这场能源革命的主力军之一 想象一下,如果每个家庭的屋顶都装上了光伏板 我们就能大大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让地球妈妈喘口气 这就像是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了光之守护 为地球的未来贡献一份力量 当然,光伏材料的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 比如,如何提高转换效率 降低制造成本以及解决材料的稳定性问题 这些挑战就像是我们在玩一款高难度的游戏 每一关都需要我们动脑筋去破解 不过,正是这些挑战让科学家们不断创新 推动技术进步 最后,我想用一个有趣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讲座 据说,有一位科学家在研究光伏材料时 灵感来自于他家里的猫 每当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 猫咪总是会找个最舒服的地方晒太阳 科学家想,如果猫咪都知道如何利用太阳光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更好地利用这种免费的能源呢 于是,他开始了对光伏材料的深入研究 最终取得了重大突破 所以,同学们,无论你是对科学感兴趣 还是对环保有热情 光伏材料这个领域都值得你去探索 让我们一起成为光之守护 为绿色未来贡献智慧和力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水下奇迹,超级防水材料的深海探险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潜入一个神秘而奇妙的世界 深海探险 但这次的主角不是潜水员 也不是海洋生物 而是一种神奇的材料 超级防水材料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超级防水材料 这些材料具有极高的防水性能 能够在极端条件下保持干燥 想象一下 你穿着一件用这种材料制成的潜水服 跳进海里 结果你出来时还是潜的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但科学家们已经在实验室里实现了这一点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材料 在深海探险中的应用 深海,这个地球上最神秘的地方之一 充满了未知的生物和地质器官 然而,深海环境极其恶劣 高压、低温、黑暗 对任何设备都是巨大的挑战 这时候,超级防水材料就派上用场了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自于一个深海探险队 他们使用了一种新型的超级防水材料 来制作潜水器 这种材料不仅防水 还能抵抗深海的高压 探险队员们给这个潜水器 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 海底超人 他们开玩笑说 这个潜水器就像超人一样 无所不能 在一次探险中 海底超人被派往一个甚达6000米的海沟 这里的压力相当于在你身上放了一辆卡车 然而,海底超人毫发无损 成功地派出到了许多珍贵的深海生物影像 探险队员们兴奋地说 这真是一次奇迹般的探险 除了潜水器 超级防水材料还被用来制作深海探测仪器的外壳 这些仪器需要长时间在水下工作 普通材料很快就会被腐蚀或损坏 而超级防水材料能够保护这些仪器 使它们能够长期稳定的工作 收集到更多的数据 同学们 这些超级防水材料的发展 不仅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探索海洋的奥秘 还启发了我们对未来科技的无限想象 谁知道呢 也许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穿上海底超人潜水服 自由自在地在深海中漫游 所以当你下次看到一滴水珠划过你的雨衣时 想想那些在深海中默默工作的超级防水材料吧 它们可是我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无名英雄 谢谢大家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都能对这些神奇的材料 有更多的了解和兴趣 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电磁之舞 高效电磁屏蔽材料的科技护盾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高深莫测 又充满趣味的主题 电磁屏蔽材料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科技世界里的超级英雄 穿着隐形斗篷 默默地保护着我们的电子设备 免受电磁干扰的侵害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位无名英雄的神秘面沙吧 首先 什么是电磁屏蔽材料呢 简单来说 它们是用来阻挡或减弱电磁波的材料 就像我们在夏天 戴的太阳镜 可以阻挡刺眼的阳光一样 电磁屏蔽材料 可以阻挡那些不寝自来的电磁波 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这些材料 我们的手机信号会被微波炉干扰 电视画面会被隔壁老王的电钻搞得一团糟 甚至我们的心脏起搏器 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可真是科技世界的灾难大片啊 电磁屏蔽材料的工作原理 其实并不复杂 它们主要通过反射 吸收和多次反射 来减少电磁波的强度 就像一位武林高手 既能用盾牌挡住敌人的攻击 又能用柔道技巧 将敌人的力量化解于无形 常见的电磁屏蔽材料 包括金属波 金属网 导电涂层和导电纤维等 每一种材料都有其独特的武功秘籍 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大显身手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一下电磁屏蔽材料的历史渊源 早在19世纪 法拉第就发明了著名的法拉第龙 这是一种用金属网制成的笼子 可以有效屏蔽外界的电磁波 法拉第龙的原理 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电磁屏蔽设备中 可以说 法拉第是电磁屏蔽材料界的祖师爷 随着科技的进步 电磁屏蔽材料也在不断进化 如今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新型的纳米材料和复合材料 以期望能够提供更高效 更轻便的电磁屏蔽解决方案 例如 石墨烯这种神奇的材料 因其优异的导电性和机械强度 被认为是未来电磁屏蔽材料的超级明星 想象一下 未来我们的手机壳 可能不仅能防摔 还能屏蔽电磁波 真是科技与时尚的完美结合 最后 让我们用一个有趣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讲座 有一次一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测试新型电磁屏蔽材料 结果发现 他不仅能屏蔽电磁波 还能吸收噪音 于是 他灵机一动 把这种材料应用到耳机中 结果大获成功 这款耳机不仅音质出色 还能有效隔绝外界噪音 成为市场上的热销产品 看来 电磁屏蔽材料 不仅是科技的护盾 还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好了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电磁屏蔽材料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记住 这些默默无闻的科技护盾 正是我们现代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守护者 谢谢大家 总结来说 光伏材料 超级防水材料 和电磁屏蔽材料 都是科技世界中的无名英雄 光伏材料 可以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为环保和能源革命贡献力量 超级防水材料 可以在恶劣环境下保护设备 探索深海奥秘 电磁屏蔽材料 可以阻挡电磁波干扰 保护我们的电子设备 这些材料的发展 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也激发了我们 对科技的无限想象 让我们一起成为 这些领域的守护者 为科技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材料 有什么样的想法 是否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